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今天小鱼儿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炫酷的AI工具 米金里V6版本 米金里自从它推出以来 就凭借着它能够生成超真实图像的一个能力 赢得了广大用户的热烈好评 在这里小鱼儿也是非常喜欢用这样一款AI工具来绘图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就是我用V6版本 简单的描述词汇汇出来的一个人物图 真的是超真实 所以汇图的话我就手推米金里 因为确实太好用了 如果我不说这是用AI工具生成的 可能谁也不知道这是AI汇的图 那V6版本除了可以生成超真实的一个图像能力之外呢 今天小鱼儿还要教大家两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添加参数 还原我们动漫人物 第二个呢同样是通过参数 添加创意 头蓬掌心的一个小动物 最后呢小鱼儿还教大家如何 和用PIK或者OneWay把我们做出来的图片变成动图 变成视频 那么对会图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特别是想要做一些动漫风格的一些图像 那这期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 喜欢看动画的刚才小鱼儿展示这些 相信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些出名的动漫人物 那么这些人物是怎么还原的呢 接下来小鱼儿就教大家实操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我们懂得使用这个参数 直接套用公式 就可以生成出来这样的图像 那首先我们就先讲如何还原一个动漫人物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呢 订阅一下小鱼儿AI技术学堂 小鱼儿会经常给大家分享AI课程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绘图了呢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那首先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 它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小鱼儿这里给大家一个公式 在这里我们的参数后面只要加上一个stylewall 在这里呢我们的参数后面只需要添加一个stylewall 就能生成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里呢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一下 这里呢小鱼儿也会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描述词放在描述栏 当然在这里呢同样也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恰的GPT了 非常强大的一款AI工具 了解一幅动画片 有些什么出名的动画片 比如说这里小鱼儿就拿冰雪奇缘来举例 冰雪奇缘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呢 那这里有艾莎安娜 那这儿的话我们就输一个克里斯托夫 场景来自冰雪奇缘主角是 在这里我们同样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OK啦我们把我们的英文描述直接粘贴到我们的米筋里来 点击斜-e-magic把我们的描述词粘贴到这后面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括号在这里 后面就是我们的参数 加上我们的一个我们输入一下 空格-ar16-9再空格--style-wall 后面还要这是我们还原动漫人物的一个参数 style-wall这个必须要有 那么这里后面我们还要加一个-v空格6 我们这是v6版本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 才能复刻我们那个动漫人物 我们回车一下 这里你想要看什么人物 想要生成动漫里面的一个谁 那你就把它直接替换掉里面的人物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小鱼就直接复制粘贴了 我们上面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画出来了 这里我又换了一个人物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的一个场景来自主角是谁 在这个括号里面添加上这个主角的一个人物的名称 就OK了 那么你想要还原哪个动漫里面的人物 我们只需要套用这样一个公式去复刻 就会还原我们一个动漫人物 那这个是我们冰雪奇远里面的克里斯托夫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雪人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想还原新普生一家 这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添加新普生一家里面某一个成员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style wall 那就会生成出来的都是新普生一家 场景这里大家可以去GPT里面去生成就可以了 你想要什么场景出现在什么地方 那么生成好之后描述词粘贴过来 这里后面加上一个style wall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寻梦环游记里面的一个男主角 添加场景最后有一个style wall 这里有一个角色名称 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名字 把它添加到里面 最后就会生成出来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里还有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非常的真实 还原我们一个动漫人物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超人总动员里面的一个人物 这里非常简单 场景来自超人总动员里面的主角 比如说谁是谁 在这后面加上我们的一个style wall 那么我们的一个动漫人物就还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海绵宝宝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冰雪奇缘里面的一个女主角 这是另外一个角色 同样是冰雪奇缘里面的 那同样你可以把这里面的动漫人物 换成你想要生成的动漫人物 只要套用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还原 米吉尼里真的是这一点方面 确实目前为止 其他的一些AI汇图工具是达不到的 所以它的收费也不便宜 相当的贵 这里来小鱼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收费情况 这是米吉尼里官方版本的一个收费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标准计划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定一个标准计划 30美元 合成人民币的话是210元 那对于我们一个新手朋友来说呢 确实是有点负担不起 所以在这里小鱼建议啊 如果说很多新手朋友没有一个米吉尼里的一个账号 那这里小鱼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个合租版本的 这里呢一个合租链接呢 小鱼也会放在描述栏下方 大家可以点开一个视频 在下面那个描述栏 点开 这里有一个米吉尼里便宜合租 大家可以点一下 那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米吉尼里这个是GPT啊 包括我们的恰的GPT账号 这里也是有成品号 拿来就可以用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这个米吉尼里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 看一下它的收费情况 这里可以看到10人共享年付 这里年付才720 这个标准的呢 这里只需要400 刚才我们看到了米吉尼里官网 它的就已经是一个月就是210元了 那这里一年才400元 这里还有月付 标准6人月付的话 一个月才59块钱 所以我这里就推荐 大家可以先合租 后期的话如果真的有需要了 可以再去订柜的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必要 这里呢就建议大家啊 就用这个合租的就可以了 能省咱就省 付款呢也是特别的方便 可以用我们的一个PayPal账符 也可以用我们的支付宝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那这时候回到我们的一个 绘图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意 掌心中的动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只小狐狸 那么这样一个图片又是怎么划成的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同样也是套用我们的一个公式 这里呢还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GPT 我们打开GPT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直接输入 双手伸出面对摄像头 握着一整只微小的 这里这个动物你可以直接更改动物 或者生物或者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 那么同样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双手伸出面对摄像头 握着一整只微小的孔雀 徐徐如生 好OK 我们要一个英文描述 付质连贴打开我们的迷尖里 在这里同样斜杠 把我们的描述词粘贴到后面 这里再要杠杠 我们必须要输入一个V6 那这里呢我们掌心中的动物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加上我们一个动物的名称 在这个后面输入一个PhotoVeliceDeck 在我们这个 加上我们那个掌心中的动物呢 非常简单 加上我们一个动物的名称 在后面加上一个PhotoVeliceDeck 就OK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呢 在这里加入了一个福利 小福利 最后加入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关键词 就一个徐徐如生的小福利就出现了 那这个是那个鹅 看一下它的举 它举起来的方式还不一样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 这是我们的一个国宝大熊猫 这是一只海豚 这是乌龟 这里有双手的也有单手的 又重新生成了都是双手 这里还有在水底下还有冒泡的 同样它也是可以加入一个关键词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的一个孔雀出来了 徐徐如生 真的一只孔雀 双手捧的 图一图二是比较形象的 这里呢同样也是套一个公式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双手伸出 面对摄像头 手握一只微小的 那么这里动物呢 大家都可以替换啊 孔雀也好 猪也好 猫也好狗也好 这里大家直接把这个动物替换掉 加一个徐徐如生 就可以生成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掌心中的这个动物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动图 同样呢我们来来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还可以把它用PIK 王位等工具来帮它做成一个动图 那这里小月保存一下 打开我们的PIK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非常的简单 直接在下面 点击 上传一个图片 直接点这里生成就可以了 但是目前为止呢 PIK开始收费了 新手朋友可能试用不了 小鱼尔试了一下啊 就可能生成三张 三个小视频 那么就要开始收费了 这里 这是小鱼尔做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形象逼真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还带水泡泡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用PIK生成的一个图像来直接转换成一个炫酷的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小鱼尔再带大家一起用王位来生成两张看一下 王位的话对我们新手朋友会稍微好一点 他会免费可以试用有多少积分 我们这里点进来 同样他也是可以帮我们的一个图片转成视频 那么这里点再接着往里面点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新手朋友这里也是有积分的啊 他会做一个视频耗费多少学分 这里学分耗完 那么也是需要一个收费的 我们这里一个直接上传一个图片 这里点击生成需要四个积分 给大家看再看两组这个PIK生成出来的效果啊 确实非常不错 非常可惜的呢 现在需要收费了 看一下这个鹅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王位已经马上就好了 给大家展现一下这个效果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新手朋友呢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啊 用王位来生成一些视频 那么我们的密经历呢 不仅可以生成一些还原一些动漫人物啊 做一些创意的一些图片 还有呢他现在可以尝试 可以生成各种带有文本的图像 那么同样也是需要一些方法 技巧啊一些描述词 那这一期呢小鱼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 由于时间关系 喜欢小鱼呢记得订阅小鱼的频道 那么没有密经历或者GPT账号的朋友呢 点击下面的一个描述栏啊 去合租一些账号 那下期呢小鱼继续给大家讲 把一个微经历文本生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